好 全中的您关心台湾英雄在获得世界棒球12强赛的冠军之后 可以说是举国欢腾 非常多的球迷都来敲碗说 希望可以比照奥运来举办这个英雄游行 那这个新称呢 总统府跟文化总会也听到了 将会在明天下午的3点20分举办英雄游行 不过比较不一样的是 这次是从凯道跟公园路口来做起点 最后呢 才会一路的游行到总统府 由这个总统赖清德跟副总统小美琴一起进行接见 而这个路途当中呢 其实也会经过大家熟悉的英雄谷 另外呢 还会有两个应援点 在那边呢 其实会有谷政跟拉拉队一起来帮台湾对应援 甚至呢 也会有这个应援的旗帜 还有国旗来做发放 因此民众呢 可以在这两个应援点呢 来做领取这样子的旗帜 一起来帮台湾英雄欢呼 另外呢 其实今天呢 军方呢 也出动了这个心服喊话车来出界 就是说明天呢 这个喇叭呢 都会全方位的来放送这个台湾熊用 等等的八首应援歌曲 希望说明天呢 民众呢 可以一起跟着唱来为台湾英雄欢呼 那以上是现场最新 今天我们下期节目的 开门